不转经理告白 静媚控遭Boff辞退 也是23岁女子林玉信 向苹果投诉 今年9月她到中信房屋上班 遭店内32岁已婚经理林博君纠缠 不但常邀约她外出 还用简讯写告白信给她 开头就写亲爱的信 内容更是文青的肉麻 沿用20个喜欢表达爱慕之意 甚至到她住家楼下要求见面 让她觉得很不舒服 整料上周三店长突然将她开除 她怀疑是经理追求不成 辖院报复 怒向北市劳工局提出申诉 是那位林姓经理 他可能会邀约我要去 就是邀约我一起出游 后来他就传了一封信给我 我看了我觉得就是很不舒服 毕竟他是一个有家庭的人 是店长解雇我的 他告诉我的理由是 我跟其他的同事太好了 我觉得我被解雇得很莫名其妙 被林小姐指控的经理林伯钧向苹果表示 对这封信真正你想要说的是什么 我想要说的就是我希望她能够好 然后我也不会跟她有任何的就是不当的事情 对然后我有自己的家庭 可能是有一点有一点记情的作用 我送她蛮多东西的 就觉得她这个很像我20出头岁 对那时候有一个女朋友这样 对曾经的原因 对对对就有一点最后有一点记情的现象这样 我活该 就活该吧 只是我真的很好奇说什么时候骚扰到她 中信房屋店长李宗燕子说 家姐离职的原因其实在公司的立场来讲是她不私人 售屋资料都多一个零 有的那个房子都卖到13亿18亿 那价格实在是太离谱了 位置应该是在后房 那她已经这个时间 她是8点应该要下班 但她已经在等下班了 滑的轮椅啊 就滑过来冲过去冲过来啊 然后跟人家嬉笑打闹啊 我花钱请一个秘书应该不是请她来做这些事情吧 北市劳工局指出 依劳基法 员工不仍升任工作时 雇主需事先告知 以令员工改善 不仍由雇主认定就进行解雇 东新闻台北报导